在前天吧 我看到月亮还是半了 这个想想 每两天呢 月亮就会全部圆了 但是这么圆的月亮 我们估计是看不到了 台风的影响 但是呢 很多这个天文机构 或教育机构呢 仍然在组织大家 中秋节十分能够看到月亮 当然不是实际的观测 有可能是在网上在线看月亮 月亮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很熟悉 很熟悉 再熟悉不过的一个事物了 所谓月亮走 我也走 我也走 月亮走 月亮跟着我走 所以这个伴随我们来说呢 月亮是非常亲密的 而中国人呢 在月亮上面有很多历史上的传说 有很多诗篇 所以观测月亮能够跟满月同行呢 是挺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到了九月十七号 中秋节 圆月之事 我觉得大家应该去看一看月亮 有空的话呢 可以在网上看一看 找一些网址来看一看 当时的世界上各地的月亮是长什么样子的 所以现在的技术条件能让我们不仅仅是在晚间观看月亮了 我们在白天也可以透过网站来看月亮 其实月亮是值得我们向往的 毕竟人类迈出太空的第一步 很有可能就是扎扎实实的落在月亮之上 而我们国家的登月计划也在紧挪密鼓当中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中国人早日的登上月球 看一看有没有吴刚 能不能捧出桂花酒 有没有玉兔 有没有嫦娥